好,咱们看这本零基础电工入门速写笔记教材上 画图章节,这个题目11,这个点录 这个题目11呢是,咱们看这里有三个皮带 传送货物,启动以后都往右旋转这个皮带 也就是一号皮带这里呢,有一个人把这个货物放上去 然后往右传送到二号,二号又传送到三号 那三号让这个人呢,就把这个货物呢,取下来 这是正常,就是一号呢一直放,三号呢一直往下取 那但是如果说三号这个人没有及时取下来 那么当这个货物行到右端,撞住这个线位SQ3以后 这个三号就停止了 那么当这个二号检测到三号停止以后呢 它不能,不会停止 当这个货物撞到这个SQ2这个线位以后 那这个二号也停止 那如果三号不停止的话,这个货物经过这里是会撞这个SQ2的 那三号不停止,那它也不停止 当三号停止,这个货物又撞住线位SQ2 这个二号也就停止了 你不能再往前走了 再往前走,这个货物就造成了这个堆积 那这个一号皮带,这个同样道理 当它检测到二号停止以后 当这个货物撞住SQ1以后,它也停止 那如果都停止了 当这个三号让这个货物,这个人拿下来以后 那它又开始启动 那三个都启动 就这样一个运行的一个过程 当然这个是咱们画图的一个题目 当然我把这个电路图呢,画了下来 就是这样一个电路图 按下启动按钮SB2以后 中间几点器,KA吸合 然后自锁,三个接触器都吸合 三个P带都转了 那当咱们看撞住SQ3下位以后 KAMER3就停止了 那这个时候呢,咱们看 如果说这个三号皮带不停止 那这里是闭合的 那这个货物经过SQ2 这个下位的时候 这个KAMER2不会释放 如果说KAMER3释放了 这个出现断开了 那这个货物再撞住 这个下位SQ2以后呢 那这里也断开 这里也断开 KAMER2释放了 电机二号皮带就停了 上面的道理一样 那咱们看 这个呢,是我将这个电路图呢 15接了出来 咱们实验一下这个效果 当按下这个启动按键以后 我怎么看 KAMER1,KAMER2,KAMER3 包括K都吸合 那这个时候正常运输货物 当这个货物走到三号皮带 右端 当它撞住 没有人将这个货物机器取下来 它撞住SQ3以后 这么看这个三号就释放了 那这个时候 三号释放了 二号继续运行 那当货物 撞住二号以后 咱们看 这个KAMER2也释放了 咱们再撞住 再撞住SQ1 KAMER1也释放 那如果说 正常的情况下 当这个三号皮带没有停止的话 咱们看 撞这个线位 这个KAMER2 KAMER1都不会停止的 也就是咱们看 将这货物取下来以后呢 自动又启动 就实现了这个功能 咱们这边教材上 画图的这个题目 很实用 好 昨天呢 有一个出血电光的朋友的 给我发信息 说他在用外扬表测量电压的时候呢 这个表笔 一往上打 那就打火 那我就回复他 我说是不是说 这个量程 选择不对 或者说 这个表笔的插孔 插得不对呢 那他后来也没有回复我 那在这里呢 要特别提醒 说出血电光的朋友 在使用外扬表测量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比如说咱们测量电压的话 那电压档呢 是咱们 这个选择量程的时候 一定要正确 比如说测量直流的话 咱们选择直流的 咱们看这个V 直流的这个电压档 如果测量交流的话 咱们就选择 交流的这个电压的档位 而且这个量程呢 是一定要正确 比如说咱们测量380伏 220伏的话 咱们要把它达到 750伏的这个档位 你如果说达到这个220伏 那220伏也超了这个量程 那么容易呢 将这个表达成损快 那特别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这个量程 所以咱们要选择正确 而且呢 这欧阳表的这个插孔呢 表笔的插孔 一定要插正确 那咱们看这个黑色 这个表笔呢 永远插在这个看部段 这个能不变 主要就是红色这个表笔 一定要特量电压的话 插在 咱们看也就是 特量电压的 和这个插孔 那你如果说特量 插到 特量电流的这个插孔 去测量电压的话呢 那有可能呢 这个就会造成短路 造成这个事故 那可能现在这些新出的 这些望阳表还好点 像这些老表呢 就插错这个插孔以后 又去插这个电流的这个插孔 去测量电压 那就会这个短路 那我在工厂上班的时候 我的同事呢 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就是说他 有一次呢 在使用这个望阳表 测量电压的时候呢 那他一开始呢 将这个望阳表 借给一个一表工 那这个一表工 用这个望阳表呢 测量电流 那他将这个表笔呢 就插到这个 测量电流的插孔 然后就还给这个电工 那么这个表笔呢 也没有插过来 那这个电工呢 就将这个望阳表呢 量成答对了 然后去测量电压的时候呢 这个表 往上刁笔呢 往上一搭 然后呢 就放炮了 把这个手呢 表也崩坏了 手也受伤了 所以说 一定要注意 这个情况 咱们使用望阳表的时候 量成要选择对 而且这个插孔也要插对 如果你不用 不会使用望阳表 或者说你零技术 想学电工的话 可以点击下方的 这个专栏卡片的 学习 我制作的这套 零技术电工入门 速成笔记 这套课程 完全零技术呢 可以看得懂 那这个呢 是 这套课程 这个配套的 和纸板的资料 零技术电工入门 速成笔记 那购买这套课程呢 110节视频 可以永久观看 还免费 所以说将这本纸板的资料呢 优积给你 那这个里边呢 就有详细的讲解 这个望阳表的使用方法 比如说各个档位的 这个使用方法 各个件 各个档位的这个功能 都有详细的这个表述 课程当中 讲解的 更为是这个 清楚 那如果想学的话 点击下方 转来卡片 学一制造课程 然后私信我 然后把这个书呢 优积给你 好咱们作为电工呢 在实际工作当中 肯定遇到过交流接触器 所以在吸合的时候 会发出嗡嗡的这个响声 是吧 有的时候呢 这声音比较大 有的时候呢 声音是比较小 比如说咱们看 这是一台220V 是线圈电压的交流接触器 咱们给它通上 220V的电压 咱们看是不是 吸合的时候 发出了嗡嗡的这个声响 而且有震动 那造成接触器 声响的这个原因 有哪些呢 比如说咱们把这个 交流接触器 咱们打开 打开以后呢 咱们看这个结构 里面这个呢 是线圈 那么咱们看 这里一个净铁芯 这里呢 是动铁芯 那说白了 就是说 给线圈通电以后 它就是一个电磁铁 带动这个触点动作 带动这个主触点 闭合 带动这个 长开浮入水点 闭合 长臂浮入水点 断开 是吧 那么咱们看这个 净铁芯 净铁芯和动铁芯 它吸合的时候 就吸合到一块 是吧 那如果说 当这个净铁芯和动铁芯 这个面上 如果有灰尘 有污垢的话 那它闭合不好 那这个时候就会 发生这个声响 这个声响呢 可能比较小 那像这种 声音比较大的这种呢 一般 有可能就是这种 净铁芯上 咱们看这里 是吧 有两个环 这个叫短路环 是吧 有可能这个短路环呢 要松动 或者断裂 是吧 那么咱们看这个 动铁芯 是吧 那吸合的时候 咱们看 像这个动铁芯 往外吸 那带动触电动作 当这个接触器断电 断电以后 它没有了吸力 咱们看这里 有两个弹簧 是吧 复位弹簧 也就是说 这个复位弹簧呢 会把这个动铁芯 拉回去 给它复位 让这些触电的复位 是吧 那 咱们看 这个交流接触器呢 也就是给它通的 是这个交流电 咱们知道这个交流电呢 它的大小和方向呢 会随着时间变化 还是这个变化 比如咱们国家 这个公平电呢 是50赫兹 咱们刚才 接的就是50赫兹 交流电 那么这个 50赫兹交流电呢 它是一个 是吧 正弦的 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 也就是说 它一开始呢 是零 然后越来越大 达到最大以后呢 它又 是吧 越来越小 是吧 然后经过零点 然后越来越大 反方向 是吧 然后一直是这样变化 那它 是吧 50赫兹 也就是说 一秒钟 它会100次 是吧 经过这个零点 那它经过零点的时候 其实是吧 没有电的 没有电那就没有吸力的 是吧 那它没有吸力 是吧 虽然这个时间很短 经过零点时间很短 但是 是吧 那 这个接触器呢 它由于是吧 它没有了吸力 这一点 复位弹簧 往后会拉它 是吧 这个动铁心 那它有 有这个释放的这个趋势 是吧 然后它又越来越大 它又吸合 是吧 经过越来越小 是吧 经过零点 它又是吧 往回拉 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 这种震动 是吧 就会产生这种声音 那加入了这种 短路环以后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是吧 那短路环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咱们看 在这个净铁心 是吧 这个上面呢 将一部分 是吧 净铁心呢 给它 是吧 套入了这个短路环 是吧 一个铜环 或者一个 金属的这样一个环 其实就是一个电感 是吧 那也就是说 当它吸合的时候 是吧 那么这个体信当中 有这个磁通 是吧 通过 是吧 电和磁 可以转换 那它磁通 有一部分呢 要经过这个 是吧 穿过这个短路环 那它是一个电感 一个线圈 是吧 那它也会 是吧 产生 这个电流 是吧 也会产生磁通 说白了 它就是说 它来阻碍 是吧 原来阻磁通 是吧 就是说 它会让 原来的一部分磁通 是吧 滞后 是吧 咱们可以去查一下 这个 是吧 楞磁定律 是吧 楞磁定律当中 是吧 提出过 是吧 这个 在这个电感当中 是吧 线圈当中 是吧 如果你当这个电流 是吧 电压 电动式发生改变的时候 是吧 比如说 通了电流 是吧 你忽然给它通电流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 反向的一个电动式 是吧 来阻碍 原来的 这个电动式 如果你给它 突然断电的话 它又会 产生一个电动式 来维持 是吧 原来的这个电动式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 说白了 就是说 它会阻碍一部分 这个磁通 让它滞后 那这样 那 也就是说 有一部分 它会滞后 原来的这个磁通 那么 咱们看 也就是说 它这个时候 是吧 过零点 一部分磁通 过零点 就错开了 和原来的这个磁通 错开 过零点 也就是说 无论什么时候 都有这个 吸力 就是接触器呢 说都有吸力 这样就不会产生 这种震动 这个就是短路环的 这个作用